誠哥他就是已經 演藝圈長青鼠 然後他過去又主持一些 美食大三通 還是黃金傳奇 他就有很多年輕的帥照 流落在店家的戀童 然後我們就說 哇 好像肖戰喔 肖戰的粉絲會被小刀喔 他跟我說想講到八十八 你們就拭目以待 蔡上華跨速版誠哥想肖戰 全明星入圍金鐘很好的畢業禮物 畢竟現在沒有在參與第四季嘛 那所以就是我等於是 可能最後一次是以全明星運動會的 主持人的身份去報名的這個獎項 然後我覺得這個入圍是一個很好的畢業禮物 自己很想要再主持一種 跟以前比較不一樣類型的節目 不管是美食或者是外景 或者是料理或者是訪談性的 其實我都很有興趣 而且少少喊話一下 我現在主持的兩個節目 都有入圍金鐘喔 是的 恭喜蔡上華以全明星運動會 全明星攻略入圍金鐘意志實境節目 主持人獎 從台大商演所畢業的他 現在還斜槓起來擔任集資公司 貝殼放大的股東及創意長喔 所以全明星佔用你比較多的時間 你比較捨自的職業 到底不是 其實全明星在第三季的時候 我其實真的也是花了滿多的時間 超過了先兩季的時間去陪練 第一季的那個時候還在一個草創 所以大家都還在一個磨合跟適應 其實在第二季那個時候 我給自己的功課就是 我希望可以多做一些對於選手的了解 然後讓大家更記得他們 幫他們設定一些小亮點 然後有一些金句出來這樣 這二十幾個選手有些強有些弱 但弱的人他們沒有花比較少的心力在練習啊 大家雖然很喜歡英雄 但是這是一個不喜歡英雄主義的節目 那我們都會希望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可以被看見 大家會覺得說我不是體育主播出身 可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是更有體育專業一點 我覺得有時候是一個既定的印象 因為我們裡頭比了四五十項的這個項目當中 其實有一半以上正常的體育台也不會轉播啊 所以其實在第三季我真的是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去陪練 然後順便也是請教那邊的教練 能不能夠就是教我所有最正確的播報方式 跟一些專業的術語 那對於第四季的卓卓播報 就蠻多網友都拿你們來做評價 因為卓卓也很棒啊 因為他就是很專業的體育主播嘛 然後跟展元哥本來就都是體育台出身 我覺得這又是呈現另外一種的節目的形式跟風格 畢竟一個節目其實他已經做到第四季了 那我覺得他一定要有一些調整跟改變啊 換個新的口味我覺得也很棒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祝福第四季的 那你看開日文燈 你覺得你們這一項入圍的對手很強嗎 超強的啊 我去年也是同樣這兩個節目 報名金鐘獎嘛 可是去年都共孤 然後哭哭 對所以其實我今年是覺得 可以兩個都入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激 那你今年金鐘獎會很露嗎 我還沒選 就是這個禮拜開始我也可以積極尋覓戰袍 可是這也是要看自己本身的條件 屆時看當時的身形受到什麼狀態 決定露的尺度 對 嘴軟是不是 52到53之間不動 那你要受到多少 當然希望可以受到四開頭啊 也是有一些網友說 就是我肉肉看起來也還比較習慣 對 先把話講在這 就是如果受不下來就是 我是為了網友著想 我看我受到他們認不出來 那你有跟誠哥互相的那個嗎 他分享愛力瘦身的FLAG 他跟我說想講到88 你們就拭目以待 這不是破百嗎 沒有啊 他看起來蠻瘦 就可能70幾 你剛剛講的好笨 他70幾好像受到88 這不合理吧 沒有啊他就是一個 我覺得他怎麼樣都蠻好看的 我們還要一起相處很久好嗎 不要再這個一個專訪打敗我們的感情 陳哥 他就是已經演藝圈長親屬 然後他過去又主持一些這種美食大三通 還是黃金傳奇 他就有很多年輕的帥照流落在店家的店頭 然後我們就說 好像肖戰喔 肖戰的粉絲會不會想打我